GA女探员无意中发现了个好消息 海豹突击队的监视画面内 竟发现美方的记者被恐怖分子劫持 因此海豹突击队就有理由入侵旭黎雅之行抓捕行动 但同时他们也将面对一个困难 高层认为 计划外的营救行动 想要与原本的抓捕行动同时进行几乎毫无可能 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海豹突击队对掌杰森突然发话 他认为可以从楼顶锁降 从上网下搜捕人质 同时在暗处设下埋伏 等待高价值目标逃跑时将其抓捕 这项作战部署得到了高层的一致赞同 于是会议结束行动开始 解决掉楼顶的看守 海豹小队迅速从楼顶锁降 同时队里的唯一女性 地狱拳也参与了此次任务 而她也将在任务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落地后他们采用室内CQB战术 慢慢地迅速对建筑展开渗透 而行动过程异常顺利 更像是一场暴风雨前的宁静 在解决掉数名楼内巡逻的士兵后 他们来到了最后一间房屋 人质大概率就在遮扇门后 包队员当即采用30度倾斜破门 果不其然 人质所关押的地点就在这里 他们迅速将恐怖分子制服 人质被安全诱出 可奇怪的是 另一则任务的高价值目标萨米尔 却迟迟不见踪影 不过就在这时 地狱拳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们跟上前去惊讶地发现 此处竟然设有密道 目标级有可能就藏匿于此 虽然在狭小的空间作战 无意大大增加了行动难度 但要是放过目标 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 因此他们不得不涉险踏入密道 可糟糕的是 地狱拳径突然坐了下来 他们谨小慎微的向前 猛然发现 高价值目标竟然身穿自暴背心 一时间所有人高度警觉 双方僵持下 突然高价值目标被精准抱头 扣动扳机的 竟是第一次参与行动的新人斯宾赛 可明明解决了威胁 队长却对此大为震怒 我是镇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是镇军